吉尔吉斯在4日举行国会大选 但由于传出会选宜云 引起反对派民众不满 质疑政府操纵选举 造成至少有5000名示威者 从5日晚间开始 在首都比斯凯克街头示威抗议 愤怒的民众甚至攻入国会大楼及总统官邸 在警方武力镇压下至少一死及590伤 反对派宣称 以掌握这个战略地位重要的中亚国家大权 总统秦贝科夫6日下令安全部队不得开火 选举委员会同日宣告选举结果无效 北韩核武问题一直被受国际关注 近日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 在2016年北韩首次进行清淡试验后 中共智库人员内部报告指 核泄漏将对吉林造成巨大威胁或引发核战争 并向当局提出应对建议 中共病毒疾病蔓延全球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无日承认 工卫专家普遍提出 有关病毒恐透过空气传播的隐忧确实存在 在发布的指引中说 有证据显示 在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内 燃疫者可能把病传染给相距超过两公尺的人 火星地球和太阳几乎排成一线的火星充奇景 每两年又49天才会发生一次 今年虽然要到10月14日才发生 但在发生前后一个月内都能观测到火星 而且6日晚间10点18分 火星就会到达最接近地球的位置 亮度比木星还亮 在夜空中将呈红色 肉眼就可看到 如果错过 下次恐要等到2035年 新厂尔泰电视真理报道